LAYO 了世紀,天天弄克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中國人對上馬達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viper 選擇到了中國人 中國人開局,村民樹會多山村 但是食物會直接歸零 需要先把找到的民謠先放到城市中心裡 全體開吃 以前的版本中國人開局還是需要蓋房子 但現在的房子是由城城中心直接給到15人口 所以就不用再有蓋房子的問題了 城城中心的閒置 會跟以前比起來稍微短一點 那viper這邊是來到了18秒 還算是可以接受 雖然不是最短的秒數 但是18秒我覺得還可以 那通常中國人這個能力呢 開局時 這個村民樹領先大概是領先一村半左右的 這個村民樹 並不是真的就是直接加對手山村的感覺 那中國人呢 他是一個三宮三房全都有的文明 全都有但是都沒有特殊能力 這是比較尷尬的地方 他有輕騎兵 但是沒有遊俠 但是有重裝馬弓跟拇指環 沒有安全的戰術 主要還是比較偏工兵的文明 那步兵方面比較尷尬的是 他沒有軟甲也沒有這個攻擊 所以打正兵勇士會稍微貴一點 主要還是要出槍兵 配上中國聯弩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他的奴炮呢 點一下火箭技術之後呢 就可以讓奴炮傷害再更高一點 整體來說中國就是什麼都有 但什麼都不強 除了槍兵 槍兵可能還不錯 槍兵還不錯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哈特這邊的馬扎爾人 那馬扎爾人的打法 比較偏向騎兵入線 他有免費的義工傷害的關係 前期不管是要出槍兵還是出肉 都可以獲得一個小小的優勢 但他的這一點能力也算是唯一的優點 再來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前期就只能靠義工打出自己的前期優勢 中後期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要到後期大反驅攻之後出來 才會有更多的優勢 總體來說馬扎爾人還是要偏向自己的騎兵跟馬攻路線 玩起來其實有點像兇人 但是他有比兇人還要強 大後期的時候 多了一個兇人的三防 這個馬攻兵三防 所以後期的攻兵路線 也可以考慮用戰毛兵去反制敵人 但最大的缺點還是沒有經濟加成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Hot 這邊是有一點點尷尬 兩個黃金都是偏靠前正面 但是不是完全正面的 是有點偏側面的位置 那組件的部分在這裡還行 但問題是這張地圖很難圍啊 看是不是要直接小圍了 直接這樣子圍過來 好拉到底 或者是這邊拉到底 好或者是這邊TC連防 好這裡圍過來 好圍過來 好這個地方可能就要找個機會找一下 好那viper這邊地圖看起來也不是很好 尤其是這塊金太前面了太前面了 那他的木頭區跟Hot其實差不多 都是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啊 能用的木區好像只有這一片 這一片應該也是能用 但是這裡要考慮怎麼圍起來才行 這裡要圍到底啊 那中國人前期打法還是可以選擇肉碼開局 也是適合的 因為他有這個農田 10%的團隊加成啊 這個農田的肉類啊 所以前期是打肉碼開也是適合 肉碼轉工兵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策略啊 那這邊就要看白跑不要點下一級農田了 我是覺得一級農點下去的話 對於中國來說優勢更大一點 果然點了 因為這個優勢會因為他的團隊加成 而再繼續buff上去 我們看到他這一片田 哇可以來到275 275 275片田 那館田的肉量還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肉可以吃更久一點 這樣對他的加成會更有優勢 那後面再轉工兵 也是ok的啊 那前期呢 打法還是要靠肉碼去打出自己的節奏 但是vip這邊點一農 就意味著自己啊 一定是走一個開農物線 那前期對方的肉碼數量可能會有所優勢 所以這邊槍兵喔 基本上不太能斷 好結果HOT直接用肉碼砍死了三隻槍兵 好這裡直接手撕村民不言 這就是異攻傷害的優勢 直接強奪村民 非常的兇 這就是馬扎人 非常的可怕 vipers這邊可能要盡可能把自己的支援點給圍起來 然後按更多的槍兵去防守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哈特現在是肉碼按到六隻喔 因為馬扎人這邊肉碼呢 是有 欸這裡怎麼停下來 結果沒蓋好vipers這邊食物 吐了 又一層被拿下 vipers開局的村民優勢 現在已經歸零了 這邊幫他把自己圍起來啊 結果圍起來沒有繼續蓋 這應該是vipers的一個操作失誤 肉碼這邊開始稍微繞一下 那馬扎人的肉碼呢 還有這個折扣上的加成啊 所以他的肉碼在前期出的是相當輕鬆啊 也可以說是他是打肉碼成型速度最快的文明 前期的部分 所以呢這個馬扎人 他的打法會比較注重在前期的部分 肉碼戰 反而不是他的馬攻戰 欸結果vipers這邊槍兵戳到了一槍 不錯喔 小賺小賺 小賺了一下肉碼 下面的槍兵要小心 後面回頭 跟自己的後面的肉碼部隊 結合一下 結果這一隻肉碼 雖然送掉了 又賺到了一村 現在HART來到了三村的優勢喔 在vipers這邊開始要轉攻兵 肉碼稍微擋一下 直接反殺了一隻肉碼 這個肉碼走出來 這個肉碼走出來 這個肉碼擋得很好 直接竄出來 打了HART大量的肉碼血量 現在肉碼血量已經殘掉了 HART這邊想要偷點城堡時代 有這個機會嗎 看到vipers這邊這麼多肉碼 這邊要硬點城堡時代的話 有點風險 但不點也不行了 看一下這一波 肉碼回家防守 後面補了一個劍塔 打得還算是 比較謹慎一點 並沒有因為自己要升城堡時代 而就大意 因為自己升城堡時代 其實才是最危險的時候 就算你是領先升級 你也不會有太大的防守優勢 補一個劍塔 確實可以安心 那槍兵的部分 看要不要繼續按 按到個五隻左右 對方有七隻肉碼 那VIPER HART可能也要考慮按個五六隻左右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VIPER這邊還點下了品種一弓 這裡一副就是我要直接殺進去了 我要搶兵 差一點被射到 還好沒事 來看一下VIPER這一波的操作了 好 工兵開始在騷擾牧區 HART正面在準備龜道 承堡時代 好 殺了進去 這一波 肉碼 想要阻止村民離開戰 村民第一時間 防守 往回拉 槍兵往前戳 VIPER攻兵第一時間射倒了槍兵 HART這裡 肉碼想要往前但是被村民卡住 有些肉碼在後面 有種尷尬的感覺 想拉肉碼打架 但是又拉到村民 但這邊肉碼一往前 肉碼血量是殘的 那現在HART有什麼這樣做呢 是因為他想要用劍塔 這個傷害去補足自己的劣勢 兵力劣勢 那現在只要兵力差不多了 就可以開始往前 先把工兵解決掉 工兵解決掉 肉碼往前 槍兵在前面坦了一下 工兵想要點槍兵 但槍兵數量有點多 點不完 VIPER這一波還是打出了優勢 HART這邊硬點下了品種 待會騎士一出來 就能扛得住 但是HART這邊 村民數已經有在下降 而且自己的部隊快要被搞光了 OK 但是HART還是成功擋下了 VIPER這一波強攻 好 兩邊都是死了山村 可以看到HART這邊的經濟已經炸裂 資源落後 已經來到了1300資源 1300資源 馬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太差了 經濟太差了 中國這邊還有科技上的優勢 點什麼科技都有折客 中國最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省下一堆科技的資源 存下的資源就可以多爆兵 這是他一個很強大的地方 好 VIPER果然走了工兵路線 走工兵路線的話壓力就會小很多 我們這邊就要來看一下VIPER的工兵會怎麼擋 或是選擇不擋 好 那馬渣這邊是比較尷尬 是選擇了馬攻路線 選擇了馬攻路線 就意味著 他沒有辦法跟VIPER的工兵對射 除非 除非他的馬攻數量 或是加上一些騎士的部分 做一個混兵 或是混個頭車奴隆 才有可能打給VIPER的工兵部隊 好 VIPER這邊二級射奴兵已經點下了 好 二級射奴也點了 更動技術也按下了 VIPER這邊是有打算要走駱駝的 好 走駱駝路線OK 那現在馬攻直接射穿兩隻落單的工兵 但是工兵也是反扎了一隻馬攻 那HART這邊大學要趕快及時補下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HART哪時候會補大學 大家來到二十幾隻數量時候 大學就要來補 那VIPER這邊也要早點補下彈道學 好可以看到我們已經補了一個大學了 那VIPER已經走到了前面 哎呦但是這裡有箭塔 箭塔 箭塔走得過來 好看到箭塔 我們選擇跑掉 HART這邊馬封還在持續騷擾 刷到了一村 射掉了一片田 幫助HART不要再來外面 把這個田射掉 就不會往外中的問題 欸結果這邊彈道學還沒有好 射著一個火歪 HART點下了二級的工兵台獎 好現在這一坨的工兵就會很麻煩了 你馬攻上前跟他對射也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可能是有霧開 或者是有一點四六開的感覺 畢竟馬攻的這個開火動畫 也是比較吃力一點的 好貼近對射 VIPER這邊在等拇指環 好海攻動畫 那讓VIPER一直有這個一發的箭矢傷害優勢 但是馬攻的血量很多 往上貼貼就完事了 OK 最後馬攻還是掉了幾批 那以成本上來說 VIPER還算是 比較省一點點 馬攻中就還是比較貴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有點五五開 但是對於VIPER來說 可能不是五五開 而是六四開了 節奏來說雖然把所有的工兵送掉 但是自己家裡 可以順利的開下城鎮中心 彈到血已經好了 那對於接下來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的馬紮的人 這裡的兵力只要被拖到 或是被擋下來 都會對他的進攻造成很不好的影響 然後VIPER這邊優勢慢慢擴大 工兵路線 所以你過來我用少量奴兵 直接點掉你的馬攻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優勢的問題 那VIPER這邊這次出門的工兵數量 是有點少的 只有七隻的工兵 七隻的工兵 要打贏 現在還是有點困難一點的 現在馬攻一定要全體拉回家 但這又中到了VIPER的陷阱 我用這少量部隊讓你全軍回家防守 雖然我打不贏你 但至少我可以再出第二坨的工兵繼續往前 我甚至可以開下3TC、4TC 繼續跟你弄 只要我支援換得夠多 那你的馬攻也會一直持續被我消耗掉 造成你的馬攻數量很難成型 然後一直被迫用馬攻防守 這裡就是VIPER最喜歡遇到的節奏 雖然我的部隊一直倒 但是你的馬攻也別想成型 甚至來我家騷擾了 好 現在HOT這邊嘗試使用馬攻硬點弩兵 好 但是馬攻數量又減少了 哇 馬攻一直倒地 好 這一波 殘血的有點掉嗎 有 哇 又剩下7隻 剛剛14隻的馬攻又剩7隻 好 再補個幾隻出來 又回到了10隻出頭 好 但是VIPER這邊的工兵數量開始有點扛不住了 喔 因為自己玩的不是中國聯弩 好 那是一般的工兵 好 一般的工兵繼續往前 好 再繼續給壓力 反正時間拖得越久 我經濟就越好啊 好 VIPER這邊 繼續往前走 好 這邊這個劍塔 可以暫時穩住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根 三根劍塔 駐守加零 HOT這邊的選擇 相當正確啊 遇到這種奴兵 一直無腦往前衝的情況 最好就是用這個劍塔防守 就可以搞定了 好 搞定了 如果他敢站在這個劍塔下方的話 也可以有效控制他的深入的程度 直接把這個馬弓拉回家 也是可以打特定的狀態 好 VIPER這邊 射倒了一些馬弓 但是家裡的工兵雖然不夠的關係 打得有點吃力 生女過來照相 應該是照相不到 應該就會直接被射死 果然 那VIPER這邊 直接倒了一隻生女 家裡的工兵有點難成型 但是來了 工兵走到後方 但是已經被HOT看在眼裡了 這裡早就已經有視野了 所以奴炮也是早早出來防守 甚至馬弓也不拉回家防守了 我早就知道你這一波兵力不是那麼的強 我這一波就不回家 這也是反之 馬弓打不公兵的情況的時候 還是要果斷一點 用自己的機動性 去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好 VIPER這邊點下清奇兵的升級 現在還有15秒的時間 清奇兵這個時間點出來 主要是要去控制對方的聖物 還有自己去撿聖物的一個方法 畢竟沒有機動性部隊落馬在外面跑的話 是很難知道對方敵軍的動向的 好 VIPER這一波知道對方的箭塔已經建起來了 所以奴兵決定放棄騷擾 拉回家防守 不然自家的弓兵數量有點少了 好已經轉出了戰毛兵 這一波村民收村 好VIPER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村民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好馬就蓋到了一半 弓兵再走過來 直接撞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發劍反擊 發劍反擊 又射倒了幾匹馬弓 馬弓中血量只剩下少量的123滴 下面這一坨馬弓又抓了VIPER這一村 這裡多線騷擾 好戰VIPER的工兵來了 但是沒有打算往下抓 而是要往右走嗎 先抓掉這一坨吧 這一坨先抓掉還是比較安心 好戰毛兵出來了 戰毛兵一登場 那馬大人就可以考慮去轉騎兵路線了 點個防護力二防 就可以成行騎士的二攻二防了 好但是VIPER這邊 如果看到馬扎爾轉騎士 自己也能轉駱駝 反制馬扎爾人的騎兵喔 所以呢這個馬扎爾人 現在這個情況就很尷尬 好中國這邊是可以選擇 全反制單位駱駝戰毛 打壓自己的這個路線 那馬扎爾人的最好的反擊方法 也是用這個馬弓喔 處理駱駝 然後騎士或是肉馬 處理戰毛兵的一個路線喔 所以這裡馬弓呢 最好是別斷 不然就是要轉工程器 配奴炮奴 奴炮配修召院 那我覺得還是騎兵路線配馬弓喔 打這個戰術是最佳適合的 好那現在HOT點下了二級農鐵輪軸技術 頭車砸了一發 往前點 喔這裡差點點掉頭車13滴 提示往前滴隨便收掉 沒有馬鎧非常不弱 結果後面的頭車被戰毛兵收掉了 直接硬投 把頭車搞定了 好VIPER現在有二級馬鎧的弱馬 去前面稍微擋了一下傷害 上方一個路線被奴炮給擋了下來 但是輕起兵過來 直接無情手撕 搞定了這台奴炮 後面的戰毛兵也是在稍微抵抗 馬渣人的馬弓 那現在馬渣人點下輪軸技術 經濟開始慢慢轉好 這裡可以考慮賣個木材點個帝王 但是這邊點帝王的話 也就意味著自己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這個經濟會有點大裂 沒有那麼多兵力防守 家裡是OK的嗎 但是哈特好像有點這個想法 賣了400木頭 點了換到260塊黃金 這邊可以考慮賣一點食物 先來食物賣一塊 可以換到70幾塊的黃金 OK 硬點帝王 VIPER應該有意識到 你的分數有點低 那我就準備要來升帝王時代 你應該是準備升帝王時代了 那我這邊要給你更大的壓力 兵要一直往前送 所以我們待會就會看到 VIPER應該會非常激進 開始把兵一直往HAT的家裡 瘋狂送 送就完事了 不是自己送 就是對方送 好 那接下來 VIPER要面臨的是 待會馬炸人 可能會第一時間點下三級色化學 還有反驅弓 這個馬弓入線 應該要先點下這件 可能會晚點點下中裝馬弓 先升級大肉馬 會對於馬炸人的節奏 會更好一些 那現在HAT現在非常詛咒經濟 連手推車也都點下了 點的是打一個經濟流派的馬炸人玩法 而不是強攻一波流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打一波流也沒什麼優勢 好 那現在馬炸人正在囤資源 走馬力又進來馬弓稍微擋一下 好 這裡抓一村應該是可以 VIPER現在地獄世代還有一分半 兩邊地獄時間差了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好 VIPER 還有工程武盾師 因為他沒有工程武盾師 還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轉奴炮 哈哈 VIPER在奴炮改版之後 玩了一大堆奴炮 現在中國玩奴炮 這就比較合理一點了 那這邊強攻的話 要奴炮配衝車嗎 好 正面的中國聯弩 加上砖寶兵 直接硬扛傷害 好 但是馬炸人 化學 三級射點下了 好 沒有先點反驅弓 或者是先點馬鎧 輕騎兵 肉馬果然開始升級 反驅弓的話要600木頭 跟400黃金 所以稍微賣下木頭跟食物 還是能點下的 現在黃金獲取對於HOT來說相當重要 上面先補了一個城堡 但是VIPER的巨型托斯基 所以待會一定要出關了 兩邊巨頭時間出來 應該是差不多的時間點 好 現在木材的價格比較便宜了 現在賣木材比較虧 賣肉的話 又會影響到自己肉馬的產量 所以HOT沒有第一時間點下了反驅弓 先存個錢 等個反驅弓出來 好 有化學了 攻擊力來到了10點 VIPER點下衝車配三級射 來了 奴炮配衝車 這一招對抗馬攻打法很有用 但是比較害怕騎士大量包夾 或者是肉馬直接包抄 全部搞定了 所以HOT這邊看到大量奴炮 一定要轉出大肉馬了 現在反驅弓已經不是重點 好 這邊投車過來 又抓到了VIPER的幾尊 好 奴炮火箭技術鐵鎧甲 好 那VIPER這邊就可以使用駱駝 稍微去反制一下對方的肉馬 或者是騎士部隊了 如果黃金夠的話 現在VIPER這個打法超級耗費黃金 好 進攻路線是你家門口 而不是上方的黃金礦的位置 HOT這一波能夠打得住嗎 衝車奴炮一波流 現在這個版本 衝車的傷害已經有所提高 攻擊敵方的建築物 血量掉了非常非常的快 好 VIPER點下了重型衝車 大衝車來了 重型奴炮已經提升完畢 好 這邊衝車已經開始輸出 可以看到馬攻現在先解決掉前面的肉馬 那VIPER現在的肉馬是輕騎兵了 三攻還沒有點下 但沒有關係 重型是大衝車已經升級好了 攻擊敵的部分 繼續持續追殺HOT的村民 馬攻的部分 突然一個反擊 但是前面的奴炮該怎麼解 馬炸人沒火炮 哇 遇到這種衝車奴炮戰術 完全扛不住 把21攻的奴炮 這個傷害頂天炸裂了 但是VIPER上面的奴兵全被解決 那這邊似乎轉個中國聯弩 應該就可以長驅直路了 中國聯弩正面對打的話 是打了一肉馬 跟馬攻的 而且交換比起來也不會到太虧 轉中國聯弩配衝車奴炮是不錯的 結果HOT的反驅弓直接射串了VIPER的奴炮 21攻的奴炮直接消失在了他家的眼裡 但是這個肉馬還在解決 哇這一次頂掉兩個建築物 好衝車的部分 已經衝到了第二個城市中心 前面第一個城市中心已經被都更完畢了 接下來的都更HOT能夠扛得住嗎 衝車還在夠 奴炮也在夠 肉馬繼續補過來 中國聯弩繼續往前補 HOT現在的資源已經到了緊繃 雖然按得起反驅弓馬攻 但是只靠馬攻是扛不住衝車繼續頂的 還是得靠肉馬 好但看起來HOT好像快要夾不住了 馬攻一直在輸出 但是衝車過來也會吸到一些馬攻的傷害 可以對馬攻打在衝車身上 後面卜力跟城堡但感覺沒什麼太大意義 家裡已經要沒了 只要一肉沒了 就沒有肉馬 那就會代表一直會被租到底了 從此再把這個金塔給扒掉 HOT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打得十分精彩 HOT最後的反驅弓有出來 但是肉馬沒有辦法即使三刀大肉馬 所以這個戰場的坦度還是有所差距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是 這個沒有點出標騎兵 如果馬渣的人有點出標騎兵寶兵單位的話就可以了 但是Viper的進攻時間點實在是打得太好了 這一打讓他的肉完全沒有辦法起來 肉起不來就點不下銀罐 甚至量產馬渣的標騎兵 城堡的話也只剩下移動 只能缺產 雖然Viper這班城堡已經到了 但是至少自己如果能產出標騎兵的話 後面農田再灑多一點 即時轉出城堡來 可能還有點機會 但我覺得機會是不大 Viper這波進攻實在是太突然 而且威力有夠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